《中文字幕》 我覺得我拍了這段長片後 認識了很多有才華 並且是對電影有很大的 passion 的人 我希望觀眾看完這部電影 就像我看了一些很好看的電影之後 如果有那個感動或者是 可以令他們暫時抽離本身的生活等等 令他們想起一些可能 無論是童年 或者是他們帶給他們感動的關係 可以連結到這件事 有那個感動 有那個愛 對我來說是 如果有做到這件事 我覺得這部電影就很好 我覺得有很多事情是由細見大 雖然是一個家裡的故事 特別是兩個婦女的焦點 都挺是放肯能婦女的關係 很多爭執 但是你看到他們其實 婦女之間或者家庭之間 是有愛的 那樣子 那樣子 我相信這部電影到照片的時候 觀眾 誰沒有家庭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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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裡面很多細節 我相信是 未必是跟觀眾的經驗一樣 但是那個 角色跟角色之間 那種最基本 愛那樣子 是很容易打到的 我覺得新一代導演 他們的能力 隨時 給我們那時候 家和簽了你的關卡 你就開工 拍影師扣 拍什麼 很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力量 就是裡面的力量 我要寫好劇本 去找資源 無論是政府的資源也好 外面的資源也好 我都希望成事